而带来看到花莲市有两名的男子 因为金钱纠纷 相约在北冰公园谈判 没有想到最后却是意见不合 谈不拢 演变成了流血冲突 而欠费的江姓男子 遭借钱的苏姓男子持刀攻击被捕 吓得他是赶紧骑车 前往派出所来求援 那警方是立即的成立了阴言小组 锁定了特定对象 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 并依伤害罪寒送侦办 男子受伤冲进派出什么 远警上前关心 同时也通知救护人员到场 男子赤裸的上半身 依稀还看得见血迹 原来他被人刺伤 导火线是金钱纠纷 3号上午11点多 他与人相约在花莲市北冰公园谈判 就是为了2000块钱 受伤的是江系男子 欠苏姓男子钱没还 双方谈判破裂 江系男子要骑车离去的时候 竟然遭到苏姓男子从背后攻击受伤 对方发案后立即落跑 男子忍痛骑车到派出所报案 第一点是在宣言派出所 他们到现场的时候发现是一名男性 中年男性 然后他的背后有一个大概约五公分的刀伤 他伸大概两公分 幸好男子送医后没有搭碍 警方也成立了阴眼小组 锁定特定对象 通知涉案人员到案说明 以伤害罪喊纵正办 为了2000元的债务纠纷 就动手伤人 这下不仅讨不回钱 还得吃上官司 记者综合报道